我們這個俗稱叫做 蜜月的蜜尿道發炎 它說什麼意思 它說就是有時候 你性行為比較頻繁 或什麼時候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就是雙方要保持 比較良好的衛生習慣 然後比如說從試性行為完之後 記得去尿個尿 然後稍微沖洗一下 如果常常有這個問題 當然它也這樣做了 可是沒想到不知道是它 免疫力比較差還是怎麼樣 不久後它又感染了 那也有可能它那個 抗生素也沒吃完 反正它又感染 又感染去這時候醫生就說 怎麼會這麼常感染 你自己有沒有保持好你的衛生習慣 他說我很好 他說有時候另外一半也要注意一下 然後就突然就開始想說 那是我男朋友去太髒的地方嗎 不然怎麼會一直一天到晚這樣呢 開始就懷疑 然後也不喜歡跟男朋友做這件事 我覺得一定是他太髒 男朋友覺得哪那麼麻煩 結果後來他也是反覆感染 你知道嗎 結果他是後來變成很畏懼性行為 因為他會覺得 我好像只要做了這件事 我就會發炎感染 然後發炎感染 我就會很不舒服 很困擾 所以他就很困擾 就變成兩個人越走越遠 後來很妙的是 有一個醫生跟他說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除非你的美麗力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 你的黏膜相對就沒有那麼健全 所以他那個時候跟他說 叫他去做一個 這個醫生可以幫我講解 很妙 醫生跟他說 你去打一個新的雷射 叫激頸雷射 就針對陰道雷射 他說我又沒有要緊 我已經太緊了 所以才一直受傷吧 他說不是 他說事實上那個 這個就很像我們臉上的雷射 或一些東西 可以讓你的皮膚 自己再增深 或者自己再修復 他說一樣的 我們在這邊做這個治療的效果 不是要讓它緊 而是讓你的黏膜 重新自己再修復回來 有時候 你本來是一個比較脆弱的黏膜 有時候經過這樣的療程 它反而變得比較健康 所以它的原因真的有很多種 很多種 對 所以後來他就想說 子馬當我馬醫 他就去做 後來他發現 真的有點點幫助 有 有像舒婷姐講的這個案例 剛好我一個好閨蜜 我這樣一講 他會不會知道我在講他 就是他剛新婚的時候 他跟他老公感情太好了 他們就是非常的平凡 平凡 非常 因為他就講得比較入骨一點 他說他一個晚上可以兩三次 很厲害 然後他們還會角色扮演 就是玩得很開心 可是他生完老大之後 他整個性情大轉變 然後我們所有的姐妹 都非常驚訝說 你跟你老公是感情有出什麼問題嗎 就說怎麼 他現在很抗拒 他們就跟我分享說 他很抗拒 在跟他老公有一些親密的行為 他說我們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不知道為什麼 他生完老大之後 每次只要跟他老公親密完之後 就是一定會很不舒服 然後他說 可是他生小孩之前沒有這個問題 他說生完小孩之後 他除了就是會發炎之外 就是跟他老公親密的時候 也很不舒服 因為很乾 他就說他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那個 私密處很乾 後來導致他每次就是 以趕快哄小朋友睡覺 規避他老公拍他 你知道嗎 他就 我就是這樣 頭痛 當我如果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 因為你 我不好意思跟老公說我 而且你說 因為我不舒服 我怎樣 等一下他以為我怎麼了 或幹嘛 那有的時候就會跑去跟小孩睡 那你跟小孩睡的時候就 小孩睡著你也裝睡著 然後他就 他就不會來把你叫醒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用這種方法 來盡量避免有親密的想法 所以就乾脆不要 所以我們有難言之隱 有 真的有 就是說他如果一直是一個循環 就一個月可能 養了一次 對 或是每次尿到都灼熱 你就會覺得說很可怕 就會很抗拒 就會很抗拒 可是 搞不好跟男生講 男生也不太明白 他不懂 想說你怎麼理由一大堆 對 對 好 那試一試 這該怎麼辦呢 在一般來講 我們在主要發炎的癢的部分 一般來講 癢的部分 我剛剛提到 大部分是 對 那免疫菌感染的話 主要造成的症狀就是癢 那甚至外陰部 會覺得很想去抓 那洗澡的時候 不自覺就那邊 特別再用力洗幾下 對 然後或是水沖一沖 好舒服一點 其實這反而會更糟 他會用很燙的水 對 這反而會更糟 想要拔燙是不是 很燙的水 把癢的感覺燙掉 之前我真的就是 寫過一個案例 那是一個太太 她就是因為覺得很癢 然後她就發現 她用很燙的水洗它 她覺得暫時沒那麼癢 就是她拖很久 沒有 她不是說 她拖很久 她一直那個癢的感覺 她都沒有注意 她就覺得這樣就好 後來她去給醫生看的時候 她很特別 她是外陰癌 然後她說她就是以一個 證後然後騷癢來表現 天啊 所以真的不能抗拒看醫生 有時候還是要去了解一下 對 所以像那種反復發炎治療不好 反復發炎或常常發炎 不要說我不敢去看醫生 然後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或上網去搜尋 現在很多都這樣 這怎麼辦 這要怎麼弄 白醋配什麼 他亂亂 或是去泡什麼之類的 對 甚至還有人用優酪乳的 因為優酪有菌 對 用那個沖洗 對 可是它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對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對 為什麼會筋痛 我們月筋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過程 內膜把它排出來 伴隨著出血 這叫月筋來 那內膜自己不會跑出來 總是要看我們子宮縮縮 把它排出來 那就這樣在這個縮縮的過程中 就造成韌蛋牽引拉扯 或下腹的悶痛 主要月筋的疼痛是來自於這裡 那為什麼有時候會痛 有時候不會痛 那就要看 有些人是本來從小就會痛 就是說他從有月筋來就會痛 可能像您這樣子 從有月筋來就是這麼痛 那真的我結婚之後 生完小孩就沒痛了 這是為什麼 生完小孩 因為有愛 因為有愛 用愛發光之類的嗎 生完小孩有時候 因為我們子宮構造做過一次改變 荷蒙的改變 也會改變 所以有時候就會 而且我是自然產 是不是有幫助 或許有可能是有這樣的改變 對 所以說生完小孩之後 有時候月筋來的疼痛 它的形態就不一樣了 就會緩解或改善了 對 像剛剛有提到說 原來完全都不痛的 對啊 到後來可能是 年紀到了大一點的時候 所以說二三十歲以後才開始 怎麼去月筋越來越痛 那這有可能就是因為裡面 多了什麼或長了什麼 像剛剛提到 像巧克力囊腫 這種內膜異味症 內膜異味症最常造成 就是月筋疼痛的一個狀況 或月筋來拖很久 滴滴答答的 或月筋來時間拉很久 收縮不好 當然內膜排出來的時間就長 拉長 那當然想要收縮收縮不了 就會讓你造成強烈的疼痛的感覺 有時候痛有時候不痛這一款 對啊 就是如果我自己 真的啊 就是我們有時候也是 會不會這樣子 就是有幾次就很順 那有幾次就是 不知道是生活還是什麼造成 還是說真的前一次就是 不管是吃冰或太累 造成它提早結束 恰是來真的是格外不舒服耶 就是跟以前比就不一樣 可是不是每一次都這樣耶 對 這跟我們的大概 一些作息 情緒壓力作息睡眠 其實都會影響到 當下的月筋的一個狀況 還是會影響到 那為什麼有的人 就是月筋來的時候 會拉肚子 拉肚子 因為有些人是說 因為我們的 其實我們的子宮後面就靠著 我們那個腸子 大腸的部分 就是那個便便外面上面那個直腸 那所以月筋來有些人 因為那邊 擾動它了 對 也算是 它收縮的時候 或者是說影響 或者是剛好有些內膜意味那些 那個內膜意味的那個上皮 附著在一些腸子的部分 所以月筋來說 那個地方也會受到刺激 刺激就會覺得 我好像很想上廁所 就是以前那個準確度 還有順暢度就很像台灣高 像台灣高鐵這樣很順暢的 對 現在就是像台鐵嗎 沒有 像印度國鐵 偶爾來又不會 有時候還會在中午拋毛這樣子 那止痛藥 到底可以吃幾顆 止痛藥呢 就看每一種止痛藥 它安全劑量跟上限 然後還有看你月筋疼痛的程度 那基本上止痛藥 是幫助我們度過那一段 月筋最不舒服的時間 假設這一段時間的話 不會太長 然後你一個月 偶爾用一次兩次 一天兩天 我覺得這是還蠻適當的 那一次三顆可以嗎 一次三顆太多了啦 大部分的藥物 它設計的劑量跟劑型 通常都是一次一顆 大部分 對 那如果說一次一顆不夠 那就加強定或什麼之類的 那大部分都一次一顆 一次兩顆三顆的比較少 你看光有驚奇 我們可以講兩級 真的 女生驚奇真的很麻煩 要來不來 所以身體訊息 其實我們就要注意對不對 女生就是要 非常的注意自己的身體 一下是粉米物的問題 一下是燒養的問題 一下是驚奇準不準 量多不多 到底來幾天 所以我們的本質要記很多 這樣要記很多 因為這些如果沒有記好 都可能會危害到你很嚴重的 對 因為醫生問我們 我們一問三不知也不行 就像有些女生 有沒有懷孕去講說 那上一次來什麼時候 我都會 忘記了 忘記了 你會不會發現 那個醫生如果問你說 上一次月筋來什麼時候 忘記了 忘記了 好幾天推28天啊 就那一次 哈囉 各位Lin粉你們好 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麻煩你了 紫衛 我們繼續 學長 怎麼可能每次都你 學長都在睡覺 而且大樂天還包全身 跟你什麼關係 想死啊 那麼久不接電話 現在可以講電話 這種鬼話你也信 我真的是跟你姐一樣傻 你在直播上畫彎眉毛 好 你看 一樣左手拿了這一組 蛤 到底要喝什麼 你快點決定了 你知道我喜歡少女 廢話 這都看得出來好不好 手機怎麼照包包啊 阿邦那麼愛說弄我姐的 哪有像你這種學弟 一直欺負學姐的啊 學姐你肩膀這樣從 哪裡 快幫我弄掉 我現在才知道 喜歡一個人是這樣 根本一直看我 沒有 這給你們喝 吃壞肚子 那很嚴重耶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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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